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并且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的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八号遇刺身亡之后 中国舆论是一面倒地表达庆贺 体现出中国民族主义之下的荒唐 不过中国当局并没有跟进民间的反应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号致电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致哀 而今天中国外交部进一步的派出副部长赴日本驻华使馆调宴 中央社报道 中国外交部表示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此行是代表中国政府 就安倍晋三不幸离世表达哀悼 而本次派出的人选是格外耐人寻味 二十大中国外交体系预计将迎来大洗牌 综合报道指出 现年七十二岁的外交掌舵人杨洁篪 因为年纪关系退出外交领域到阶层 接班的可能会是王毅 不过不确定的是 接下来会由谁来接替王毅的外长位置呢 此前常常有人推论 中国外交部副外长乐玉成是合适的人选 但是乐玉成目前已经被改派到广电总局 正式的宣告与外长宝座无援 而目前有可能接任外长一职的 还包含了国台办刘洁一 以及另外一名副外长 也就是马超旭 这两位人选都有在西方长期工作的经验 而且比较没有战狼风格 由此可见中国外交部新人士到位之后 很有可能会摆脱近年来 声名狼藉的战容形象 迎来新的气象 在全球多国逐步缩解防疫风控措施 接望早日的回归疫情爆发前的日常时 中国则是反其道而行 持续坚持严格清零政策 而且防疫措施连带影响经济活动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中国即将发布第二季经济相关数据 受到今年四五月上海封城影响 中国第二季GDP成长率面临了低水准 第一财经研究院的调研指出 十三位首席经济学家 对于中国今年度GDP成长率的预期 均值为百分之四点三三 中位数是百分之四点三 其中十二位经济学家认为 疫情给经济带来较大的压力 实现GDP成长目标有一定的难度 今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做政府工作报告时 宣布今年的经济成长目标 是百分之五点五左右 创下过去三十二年来 中央政府定定经济成长目标 迄今最低的一次 然而现今中国内部的经济学家认为 中国今年经济要达到保五都有困难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副理事长汇丰银行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表示 中国下半年要恢复经济 有三大挑战 分别是全球经济滞涨风险增大 出口承压 信任与消费者预期转弱 导致投资与消费意愿下降 需求收缩 并且将成为负循环 阻碍经济恢复 以及决策层明确 这次不会将房地产 作为刺激经济的工具 房市是要稳而非刺激 而根据南河早报报导 受到北京当局防疫政策等因素影响 中国下半年的对外贸易 以及国内消费 可能很难迎来反弹 保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及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表示 由于预期西方国家经济前景不佳 国际需求易减 中国出口将大幅度放缓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上周公布报告 也同样的指出 中国下半年国内消费 不太可能会出现强劲的反弹 而中国高层 对于当前的经济现况欠佳 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坦承 中国今年度的经济成长率 可能达不到原先设定的 大约5.5%的目标 而且比较实际的目标是只求第二季 达到正成仗 被中共视作19大以来最严重案件 孙力军政治查复案 再有涉案者被起诉 中央社综合报道 孙力军案涉及中国前司法部长 傅正华 江苏省前政法委书记王立科 上海市公安局前局长龚道安 重庆市公安局前局长邓辉林 以及山西省前公安厅长刘新云 等等多名高官 中国迄今仍旧此案在政法系统肃清流毒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今天报道 有关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 前副主任傅正华 涉嫌受贿循私亡法案 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结束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 由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近日长春市人民检察院 已经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今年三月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通报 傅正华被开除党籍何公职 指他政治野心极度膨胀 参加孙力军的政治团伙 危害党的集中统一 今日则是正式的提起诉讼 通报指出傅正华身为司法工作人员 寻私情私利 对明知是有罪的人故意包庇不追诉 情节特别严重 应当以寻私枉法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傅正华一人犯恕罪 依法应当要恕罪并罚 而这起被评作十九大以来 最严重案件的孙力军政治团伙案 之所以能够曝光 可说是习近平精心策划的结果 看中国综合报道 除了王小红 公安部还有一个习近平的嫡系 叫做孙新阳 他正式为了侦办孙力军案 被习近平点名调任中纪委驻公安部 纪监组组长的人 而孙新阳的前任邓卫平 也和王小红一样 是习近平从福建省一手提拔 邓卫平为习近平上任之后 大力的整肃 刀靶子可谓是功夫可没 一直受到习近平的政治信任 直到他在公安部纪检组长位置上 超龄服役至六十五岁 二零二零年二月份 习近平安排孙新阳 正式接替了邓卫平 接掌公安部纪检大权 而孙新阳作为真办孙力军案的关键人物 可见其在习近平心中的重要地位 七月十号 河南村镇银行爆雷的受害者 大约三千人 聚集到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分行抗议要求银行还款 可是却被一群白衣人殴打驱离 相关消息传入中国网络之后是迅速引起讨论 但是当局围围的速度也非常惊人 马上封锁了相关字词 不过中国网友仍不愿放弃 目前该以郑州七一零持续疯传相关影片照片 还有网友以武汉大学有祸乱的标签上传上中国人民银行抗议被打的相关影片 目前这起事件也已经引起了包含CNN法新社等等外媒的关注报道 现在当局尚未出台村镇银行爆雷的处置方法 也没有表明是否会处理维权人士遭到暴力对待的事件 与此同时又传出河南村镇银行出现了诡异的举动 根据中国媒体天幕新闻报道 本月九号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存户李先生 表示发现自己的银行存款突然的出现巨额资金进出记录 但是他自己并没有进行相关操作 在李先生提供的截图与视讯中看到的确存在这种状况 异常流水金额很大且频繁 李先生告诉天幕新闻 自己咨询该银行工作人员 但是银行的人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只表示上报给技术部门 说到时候再给回馈 而出现相关大额资金不正常进出的情况 不只有李先生一人 有多名储户反应出现相关情况 有银行内部人士透露 银行一般并不会出现上述情况 建议存户要向银行进行反应核实 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纠纷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8号在奈良演说时 连遭开两枪身亡 事发至今外界一直对警备伟安抱有质疑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坦诚 已经接获警察厅的报告 认为包括警察厅参与的方式等 在内的维安警备有问题 日本警察厅为此大幅度的强化参议院 大选选前一天维安工作 包括设置金属探测机 检查手提行李 增派警力进入人群等等 从现场画面来看 凶手发射第一枪时 安倍与一旁的维安人员都还搞不清楚状况 直到安倍转身查看周遭 凶手马上的补上朝他左胸开第二枪 安倍倒地之后 维安才惊觉不妙 群起冲向凶手将其制服在地 日本NHK指出 两枪之间有三秒的空档 也就是说 现场维安有三秒黄金时间可以坐下安倍 但是他们却没有按照 护卫要员的对应要领 也就是没有遵守SOP出手保护 日本警方最高权力机构警察厅坦诚 警备人员应对时的确有疏失 目前正在进入调查阶段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指出 已经接获警察厅认为这次维安警备工作有问题的报告 之后将会在国家公安委员会针对维安检证等等进行讨论 松野说 当务之急是要先调查维安警备的问题点 有必要采取具体对策 有关责任的问题应基于结果来做适当判断 另外还有网友发现 当时有一名维安要好向凶手的途中不慎撞倒一名女高中生 维安人员转头夫妻女高中生没有跟上其他维安同仁介护 遭到网友质疑是严重失职 不过也有人缓假认为女高中生被撞倒在车子往来的马路口 如果置之不理恐怕会酿起另外一场灾祸 为了避免相同的事件再次发生 日本首号举行参议院大选投开票 警察厅下令强化全国警力维安工作 让选前一天的造成活动在大幅强化的维安态势之下进行 例如警方在首相岸田文雄演出的会场设置金属探测仪 由警员为听众进行手提行李的安检 此外山里县警方投入相较以往 大约两倍到三倍的数百名警力进行维安工作 在安田站上宣传车演说时 警员也穿插进入人群中戒备 而在其他地点还包括警员由过去的便衣改为制服远警 或者派出直升机在上空盘旋戒备 中国近来在南海等等争议海域的行动是越发猖狂 邻近国家纷纷对此表达抗议 却还是没有办法迁逐北京的相关行动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研究员亨特斯泰尔斯 本月在非营利非政府的独立组织 美国海军研究所正式启动海上评判项目 旨在于揭露中国骚扰恐吓以及胁迫他国 接受对其南中国海的过度主张 集结了海事战略领域的领军人物 提出相关的战略战术作战演习 部队建构技术创新的建议 斯泰尔斯认为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模式相当于叛乱 因为他企图以中国为中心 居高零下 欺凌弱者的海洋体系 取代现有的基于海事规则的秩序 中国海上叛乱的工具之一是海岸警卫队 斯泰尔斯将中国海警船 比喻为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巴巴里海盗 巴巴里海盗将地中海的水手作为人质与奴隶 从政府那里获得了高昂的赎金和贡品 直到美国海军阻止了这种暴行 斯泰尔斯指出 海上评判项目的目标之一 是在南中国海局势升级 为热战之前 给中国的跋扈知识踩刹车 阻止中国常年刻意地游走在战争门槛之下 以灰色地带的侵略方式不战而胜 针对美国专家提出的项目 香港亚洲时报本月4号发文称 该项目鼓吹的海军制国术 其实是炮剑外交 并且进一步表示 外交应该留给外交官去做 更多的军国主义行动只会恶化局势 针对此项指控 斯泰尔斯回应称 这种批评是莫大的讽刺 因为中国挑起的胁迫行动 恰好符合了炮剑外交的定义 但是中国却试图要挪用这个词汇 来歪曲美国 保护和壮大盟友与伙伴 抵抗中国的侵略行动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